杨晴惧吃重口味宵夜?好让何润冬亲近! 何润冬和杨晴在七分之四、六、播出的TVBS欢乐台翻墙的记忆中,唯美上演额头之吻。 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虽浪漫满分,戏外却累坏所有工作人员。 而修杰凯扮演的关键人物小陈也正式登场,这个特殊角色让修杰凯过足吸引,突破自我的爆炸性演出也牵动剧中美人的情感。 杨晴回忆拍摄这场额头之吻时,剧组特别准备美味宵夜,她认真笑说,都是重口味的食物,但我完全不敢吃,因为怕导演太靠近,有味道会出戏。 不过正式拍摄前何润东特别对杨晴说,不用刻意做些什么,只要想着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就够了。 不过想到何润东当时带着脚伤,让杨晴十分挂心,所以当天她的心情是既浪漫又担心,但看到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,杨晴开心直呼好美,好有感觉。 谈到这场浪漫亲吻戏,导演何润东表示为呈现不同以往的浪漫氛围,做出区隔,决定使用镜头的律动感和整体环境,去营造一种只有两人世界的心动时刻。 不过一镜到底加上360度的拍摄方式,也辛苦所有工作人员,因为摄影师站在平衡车上面,以很快的速度去环绕着男女主角拍摄的当下。 何润东笑说,为了不在镜头前穿光,灯光师,录音师,收音师等所有人,都要跟在摄影机后面一起跑,所以大家跑完都很累。 修杰凯这次在翻墙的记忆中扮演关键人物小陈,有很大发挥空间,他的出现让杨晴开始调查饰演老师的何润东背后真实身份。 修杰凯表示进入剧组第一天,就被史上最帅的导演给震撼教育。 原来为了赶进度,大家感谢到凌晨五点还没结束,修杰说不让我睡觉,已经快距离我送小孩上学的时间不远了。 但不忘称赞身兼多重身份的何润东很厉害,对工作充满热情与用心,接住搞笑补充,编剧,制作,演员,导演,全部都他包了,那我们还要混什么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